热点资讯时时点评 大家好,我是小枫 11月30号7033分 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 顺利打开空间站家门 热情欢迎远道而来的亲人 神舟15号乘组入驻天宫 本次的神舟15号发射 除了这些本就让人激动的时刻之外 有一项以往被一些人质疑的细节 此次也成功证明了 那就是以往每次发射时 返回舱的画质 似乎都比较模糊 按理说 现在空间站都已经采用了5G 实现8K影像传输 返回舱应该不至于如此不清晰 以至于看不太清航天员的状态 因为这个细节 有一些国内小伙伴 和很多国外的网友都表达质疑 是技不如人还是其他原因呢 然而这一次 看你直播的网友应该发现 神15从发射到最后的对接 全程都是高清直播 可以往相比清晰度提升幅度极大 一举击溃了外界的质疑 其实熟悉中国航天的网友应该知道 以往我国的神舟飞船 都是采用的S波段 在现代技术来说 船输带宽确实受限制很大 通信天线太小 导致带宽不够 和空间站采用的KA波段相比 落后了至少两个量级 再加上火箭速度极快 地面指挥中心要和航天员随时保持联系 这种远距离的无线传输 对于带宽要求极大 从优先级来说 画质清晰度在其次 那么这小原因 为何一直没有改进呢 原因是 载人飞船的主要目的 是安全性和可靠性 所有的资源 优先要保证航天员安全到达空间站 而整个返回舱的空间站 也仅仅不到6平方米 此次的长征7号摇15运载火箭 在此前的火箭基础之上 做了超过40项的技术更新和优化 因此 本次发射直播 看得就越来越清晰了 当然了 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并非是技术不够 而是没有必要 观看比较仔细的网友 应该发现了 每次到来关键节点 比如一二级发动机关机 船舰分离等核心节点时 甚至有卡顿的现象 这是因为航天技术 本就是世界上最尖端的科技 返回舱内部更是核心机密众多 比如机密仪器 航天员手册等等 因此出于保密的原因 只要够用即可 没有必要实现超高清的影像呈现 毕竟发射是全程直播的 现在 神周十六号也已经准备就绪了 因为我们对于载人飞船 一直以来都是采用的两艘飞船 同时研制 同时组装 同时测试 然后一艘发射 一艘备份 所以当神十五发射的时候 神十六就已经测试完成 接下来会垂直转运至发射场 随时可以点火发射 从神周十六号开始 是新批次的载人飞船 一是元器舰国产化率大幅提升 核心元器舰的自主可控能力提升 二是改进仪表面板 现在神周十五号已经去到了空间站 接下来会执行六个月的太空任务 所以返回的时间差不多在二零二三年的五月 因此大家现在比较关心神周十六号的航天员名单了 现在应该名单已经选拔完毕了 只不过不会公布出来而已 因为太空执行任务需要配合 所以他们现在应该再进行训练和磨合 那么神十六航天员会不会有国外的航天员呢 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国外航天员 按照目前的趋势 国外的航天员要想入驻 起码要神十八以后了 杨立伟说了 现在第三批在训练 第四批航天员正在选拔 可是最多只是覆盖到了港澳地区 对于国外航天员的选拔 会在后续的第五批开始 才慢慢放开 因此到时候应该已经进行到了神周十八号以后了 然后对于神十六是不是四选三呢 这个暂时的话 也只能猜测 不过通过神周十五号入选名单 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那就是现在空间站建造完成以后 剩下的主要是维护和空间站科学实验了 因此不一定全部需要老的航天员 那么神十六极有可能采用的是 一老带两星 从现在航天员梯队的人员来看 很有可能是刘旺或者张小光 锦海鹏等人 再加上两个第三批的航天员 因为目前已经明确 中国航天决定从2023年开始启用第三批航天员 未来二期后 载轨航天员更多了 只能坐三个人的神州飞船就不够用了 我国正在研制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和新一代载人飞船 综合能力将得到大幅提升 可搭载7名航天员 从数据来看 咱们的新一代载人飞船发射质量21.6吨 返回舱载轨质量7吨 着陆重量6吨 可居住容积13个立方米 排名第二的SpaceX公司载人龙飞船 可居住容积只有9.3个立方米 小很多 而即使是美国新一代载人登月飞船 虽然发射质量比咱们的大 达到25.8吨 返回舱载轨质量8.5吨 着陆重量6.1吨 但它的可居住容积却只有9个立方米 不过为了安全起见 NASA已对载人龙飞船的载人数量进行了限制 将7名成员人为压缩到4人 猎户座飞船的最新设计也是容纳4到5人 不知道我国新一代载人飞船 最终会不会也调整数字 神舟系列飞船已经有部分零部件可以重复使用了 而到了新一代载人飞船 整个返回舱都可以重复使用10次 据说将来我们的登月器也是可重复使用的 我们的新一代载人飞船其实是一行多用的 包括禁地轨道载人行 载人登月行和升空探测行 其中就有载人登陆火星行 还有货运型号 所以它是通过模块化设计 来形成一个庞大的家族 而虽然新一代载人飞船的实验船 在2020年5月5日就成功实现首飞了 但它的载人型号预计会在2026年首飞 目前消息并没有透露到时候 载人型号是禁地轨道版还是登月版 但根据小编的判断可能是禁地轨道版 因为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的首飞时间是2026年 不可能当年就搭载载人的新一代飞船进行试验 这样算来 从2020年到2026年 这中间可能还会像上一代的神舟一样 发射几艘新一代无人飞船 不断进行验证直到整个系统全部成熟 2026年成功实现载人禁地轨道首飞之后 应该很快就可以进行载人环越飞船 这样的话 2030年前即可实现载人登月的小目标 而新一代载人飞船投入使用之后 现在的神舟飞船也不会立刻退役 两者要共存很长一段时间 在载人航天领域发挥各自的优势 这样的话 在2026年之后 我国即可形成多型载人飞船 多型货运飞船共同服役的局面 而在月面 月球轨道 禁地轨道 将至少有三个空间站和科研站 载人任务更加细化和专业化 我国还在进行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的研制 采用模块化通用化设计 同时具备载人和货物运输的能力 禁地空间站任务采用两级串联构型 一子级具备重复使用能力 禁地轨道运载能力约14吨 月球已远的探测任务采用三级加助推器的构型 地月转移轨道运载能力约27吨 11月26日 航天科技集团六院自主研制的130吨级 重复使用液氧煤油补燃循环发动机 首台两次启动试车取得圆满成功 该型发动机是瞄准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 重复使用打造的天地往返动力装置 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一子级 或将采用新型垂直起降回收方案 载入过程在发动机减速基础上 还利用气动舵进行控制与减速 着陆阶段采用往系回收装置 将更多返回用机构从舰上转移至地面 减少舰上负担的同时 利用往系绳索对火箭进行阻尼减速实现软着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